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未來一學 我是林燃輝 今天節目一開始之前 我想提醒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現在還在看電視的 對於股票市場的分析 那有幾種節目 你自己考慮一下 你是不是要繼續看 這幾種類型的節目裡面 第一個 沒有預告 它不會有預告的 因為它很準 所以它不會有預告 第二個 連大盤都不會講 大盤都不會去分析 那更不會說有什麼其他的一個 額外的看法 都是在講做法 那麼做法裡面我等一下要彈出一個 你應該要注意到的地方 可是我們的方法 現在很多人講方法 你看電視 看方法 學方法 OK 可是方法裡面 是必須要讓會員講得出來的 叫做方法 不能是只有我一個人會 而是我會員只要用一點點時間 我請他來坐在這邊 講給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聽 他都能講出什麼叫做方法 最基本的方法的模型 這個才叫方法 因為只有會員自己講出來什麼才叫方法 他才能夠用啊 他才能夠用一輩子啊 那個是我在給各位的方法 跟你在電視上看到的 任何任何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的方法 我的會員 是可以坐在這邊講給大家聽的 那個叫方法 所以你如果要自己操作的話 thì你為什麼要隨便幫忙 你你真的每天都會買 也無可厚非 可是你是用什麼去做根據你的進出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這股票最近是不是很熱門 是不是很多人講打開電視 是不是大家會告訴你 玉金光我有多厲害 你說跌停也沒關係 因為大家都還賺錢 因為這才剛開始跌 或者是跌完還要再漲 但是它總共一個公司才9萬多張 今天跌停還有1萬張在外面成交 9萬多張的股本9億多 9.9億的股本就是有9.9萬張 一個上市公司 9.9萬張的股票在外面流通 跌停還有1萬張 1萬張表示說這個公司裡面 這個股票裡面有1分之1 到今天還在跌停這個地方成交 然後再第二個 不管它有多好 可是怎麼會有一個公司 總共才9.9萬張的股票 可是融資卻來到2萬張 等於一個上市公司 他不到10萬張的股票裡面 有2萬張是用融資持有的 所以這個最基本的東西 你什麼分析都不要 你光看這個 這個數字上很簡單的數字 各位有沒有去簡單的看一下 那只要幾秒鐘 你就會看到啊 可是你看到了沒有 然後你再進出 進出得很高興 漲的 我等一下會講一個道理 漲的不一定對啦 但是對的你怎麼去看得懂 然後看得懂你怎麼去堅持 行情稍微做壓迴 但是壓迴其實在選後 我已經談過了 9218過與不過都會壓迴 找買點 反向結構還在漲 這叫反向結構嘛 反向結構今天還在漲 反向結構今天還在漲 所以它沒有要直接去沖9600點 這個是我前幾天談過 講得很清楚 我不是只有講一天 反向結構還在漲 它不是從9200 直接要從9600 然後9218是這個地方 9218就這裡 9218過跟不過 過也好 不過也好 它都是要先壓迴 壓迴你再找買點 不是只有講一天 因為在選前一天我也談到 9236它收過 它會比較強 12月份會比較強 沒有收過 它會比較弱一點 它有沒有收過 這連續三天都沒收過 你自己回頭去看 9236有盤中有過 但是收盤通通沒有收過 所以它這個地方 你要在這個位置 這個附近再去找買點 這都最基本的吧 這個總是要有人幫你分析吧 那如果連這些都不講 你說會有多準 9236沒有收過 12月4號 那裡面的領先結構 我等一下還會談到 9236沒有收過 散戶卻連續開始進 連續進 連續進 那進的過程裡面 我昨天還在談2474的可乘 昨天嘛 2474的可乘 今天為什麼會跳空 它是小跳空 它是小跳空往下 昨天前天不是還很強嗎 那為什麼昨天壓回 今天小跳空下來 因為它的位置嘛 它這個東西也是你自己可以會的啊 你說你不會 不可能啊 你說你不會知道說這個地方有壓力 這裡有一個缺口 然後融資一路買 融資一路買融資的成本 這個平均成本而已嘛 這個大家都會算 可是偏偏你就會再到這個地方去買 你就會在前天12月5號 12月5號你就會在這個地方 接近270的地方去買 那你說沒有關係啊 它可能會再回來 不要那麼多可能 不要那麼多不一定 沒有那麼多不一定 你那麼多不一定 你就沒有辦法在股票市場賺錢 然後我剛才談過了 我建議您 沒有預告的節目不要看 沒有分析 沒有看法的節目不要看 然後每天講做法 做法很簡單啊 你只要每天去把漲停板 全部都印下來 然後三根四根在開牌 有什麼難的 這種成交量在這個地方 只有40張80張 你也在看 你也在說算十幾根漲停板 然後第二波再十幾根漲停板 可是有沒有預告 怎麼預告 我跟他預告 當投信進的時候你不要進 當投信進的時候你不要進 你沒有事先講你就會忘記 因為當投信在進的時候 真的你不要進 當投信進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就是這個地方 當投信進的時候你進 你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才是預告啊 只是你有沒有記起來 你記得起來記不起來 你記不起來是因為你不在意 你只想聽名牌 或者是你只想聽說 有什麼股票可以賺錢 所以你沒有記下來 可是這個才是智慧啊 我要講一個問題 現在投資朋友 不管你看得懂看不懂 我都全心全力地請我們線上的助理 我的服務人員盡量幫你做解答 希望你最基本的東西 基本的方法 你能夠以後講給你自己聽 以後這個方法你可以講給你的子孫聽 講給你家裡面的人聽 這個才叫方法 你一定要會 好 所以你會跟不會 我們再看友達 這個夠熱門的股票吧 這不是小型股 友達在12月3號 這個圖面是12月3號的盤中 當他盤中去過高點的時候 來到15.4元 2409的友達 當他4天前盤中去過高點 來到15.4元這個地方的時候 為什麼這個地方要壓回 我當時講得很清楚 這根紅棒上來過高以後 第二天找盤你不要隨便動作 你把那天的錄影帶調出來看 那這個壓回不是說他要跌 而是你不需要買在15.3 15.4吧 因為道理也很簡單 這個過高來到15.4 只是呼應這個指標的位置 然後這個指標的位置 你來到一個位置之後 他畢竟是一個領先的結構 這個領先的結構 他是已經過了9500 過了7月份的9593點 7月份的9500跟9月份的9500 他都已經過了 那過了以後這種走勢的好處是什麼 這種走勢的好處是 他融資會減 因為散戶就是會往上賣 往上賣啊沒有錯啊 往上賣 然後會往下買 這個叫散戶的對融資的使用的行為 可是散戶從這十幾二十年來 散戶往上賣 往上賣往下買有沒有變得更有錢 你說往上賣往下買好像很簡單啊 大家都會啊 融資沒有關係啊 我往上會賣我往下會買 那你這麼做了 不管你做了多久 有沒有賺錢呢 希望是有了 可是我要講更仔細的是什麼 你同樣一張圖裡面很簡單 友達不要爆量嘛 這個地方爆量 連續爆兩根量 他就下來了 這裡有沒有爆量 這裡沒有爆量嘛 那他如果要再往上攻 這個位置我認為的支撐都還很強喔 可是他要往上攻的時候 他量是不是要往上有一個向上的量的形態 然後他的均量要往上 這個也是很簡單的基本的嘛 所以你一步一步去看 可是你說這個叫方法嗎 不是 這個還不叫方法 因為這個其實太一般了 而且也太複雜了 什麼叫爆量 什麼叫沒爆量 什麼叫量的形態 太複雜了 能不能再簡單一點 好 再簡單一點 再簡單一點就是 今年4月份 這個藍色的框框 他為什麼會下來 其實這下來都一段 你不要看這個低價股 低價股這個14塊到9塊錢 14塊到9塊錢 這個都很傷喔 然後為什麼這個地方 紅色的虛線開始 而這個紅色的虛線你知道嗎 就是這裡 你現在事後來看 這個紅色的虛線 漲上來這一段 也至少也從12塊漲到15塊這一段 然後現在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簡單的方法 是不是這個紅色的框框要會嗎 紅色的框框 它只是一個標準 它只是一個操作標準 那你按照這個操作標準 你按照這個操作標準 藍色的框框還沒有完成 為什麼畫藍色的下來 紅色的框框它完成的時候 至少你可以賺這一段 所以我要提醒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現在我如果給大家一個選擇 一個選擇體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選擇體 這個選擇體裡面我們不是 我们都是人对不对 我们不是猴子 你现在如果给猴子香蕉或金条 他会马上选香蕉 因为香蕉可以马上吃 他马上吃给你看 可是我们是人 所以你会选金条 可是金条跟智慧当中 一般人还是会选金条 少数人会去选智慧 因为少数人知道说 唯有智慧它可以换取 千千万万的金条 可是智慧这少数人 经过一辈子的努力 努力想要寻找股票市场的智慧 他还是可能找不到 你努力每天五个小时六个小时 你从早到晚都在股票市场 努力寻找股票市场的智慧 原来股票市场的智慧 是从简单的方法 从简单的方法一点一滴 去形成你在股票市场的智慧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选择 而不是漫无目标的去做 毫无意义的努力浪费时间 怎么样节省时间 我等一下回来从行情看法 里面今天还是有你可能 会犯错的个股 我直接用个股跟大家做说明 我们待会见 谁说的赛 我是物流专家 让全球热爱MIT产品 我是Dr.Beauty 让世界都变灵 我是Happy达人 让香蕉皮变成抗热力保健食品 自由经济适合区 才是台湾的潮 既在地又有竞争力 一起炒饭 真 股市最真实的语言 传 有价值的方法传承 常 会员专属绩效常宏 现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传承车线02-8101-0600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词包 为了临行复杂难免的趋势 心态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彼此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真 股市最真实的语言 传 有价值的方法传承 常 会员专属绩效常宏 现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传承车线02-8101-0600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去记贴 请用记贴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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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大驰摩天轮馆 冬日购物节 挑战全年最底价 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 很大很好逛 快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参加冬日购物节 交通很方便哦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 会来学 如果你现在这个地方 你要自己做进出 你要自己买股票 自己做一些进进出出 至少建议各位 稍微看一下每一档股票的位置 华雅科好股票 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要稍微看一下 这个位置进来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你不能直接去买 你要等拉回 看它的一个整个支撑的情况 不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位置 你如果仔细看 它是刚好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再看 我等一下谈到的个股 跟这个有关系 因为它创新高 讲完之后第二天再创新高 它是光纤的模组 光纤的模组 由这个地方转单给它 由它要转单 从它本来下单给它 现在要直接下单给它 所以它从这个地方 直接画上来到这里 那这个地方 它变成是整个光纤的模组 光储存 光储存媒体里面 整个的光通信里面 光通信里面 直接先涨上来的一档个股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 一档股票 它是跟着涨 包括从光环 华星光跟这个 3450的联军 我们来看 你看到今天盘面当中的 光纤的族群 强啊 光环 然后 华星光 这是今天最强的一组股票 3450的联军 这个都是前面跟什么都联起来 什么都联起来 什么都联起来之前 要先做光纤的这个部分 然后上半年已经涨过一段了 拉回最近在涨 拉回最近在涨 包括你刚才看到的 3234的光环 4979的华星光 这些东西哦 它涨上来 你今天如果才看到 那它会碰到刚才华雅科的问题 不是在它最强的时候你去买 然后你要注意 它反而在这个地方容易碰到 跟刚才 这个华雅科一样的一个压力的位置 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你今天看到的12月9号 你今天盘面当中看到的 表面当中的一个强弱 涨得不一定对 就短线来讲不一定对 从中线来讲 你还要看光纤这个产业 本来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天下 台湾这些厂商有什么样的利基 能够超过美国超过日本 这是另外一个基本面的问题 至少短线上涨的 你不一定要去追 但是对的在什么地方 要去坚持 所以我们再回来 先把这个基本的观念给大家 如果你要自己操作 务必要知道每一档个股的位置 这是我苦口婆心 很费心的要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 我为什么要去说 这里面有一个结构上 我们怎么去看 领线的结构 包括台积电 包括4938的合索 我现在直接带盘中的走势给大家看 这个都是过了7月份 将近9600点 9月份的9532 过了9500点的个股 今天盘中大盘在压低的时候 它并没有压低 台积电对不对 台积电并没有跟着大盘去压低 然后4938的合索 尾盘虽然有往下压 1200多张往下压 可是它并没有去破这个低点 找盘这个低点 然后你再看2409的友达 友达一样 它也没有去破找盘这个低点 所以这三档股票 有什么用处 他们都是领先过了7月份 或9月份的9500点以上的高点的个股 它是整个大盘当中的领先的结构 尤其是电子股当中的重要的个股 那有什么用处 就是说当你明天你要出手去买股票的时候 你先看看台积电 友达 还有核硕 4938的核硕 这三档股票在盘中的走势 如果跟今天一样 比大盘要强的时候 你明天再去出手 买你想进的股票 这样不是很好吗 至少有一个标准吧 所以我们再来看 非晶电它又比电子股要强 我们把这里放大 把这里放大 这个是台积电 盘中它并没有去破三天前的低点 然后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是电子股 电子股其实已经破了三天前这个低点 好 我们可以的话看这个地方 表示说 这里是撑住台积电 但是有些电子股在跌 撑住台积电 什么样的电子股在跌 你自己要做分辨 好 然后为什么说非晶电 在目前短线上的位阶 还比电子股要高一点 强一点 因为非晶电 它并没有去破 三天前这个低点 姿态上 你看就它知道比较高 1234这四天 1234 电子股收盘还稍微更黑一点 这是盘中硬的 所以电子股这个地方是1234 四天往下破低 非晶电四天当中 姿态是比电子股要高的 所以如果盘面当中的结构 它从非晶电开始延伸出去 成为一个盘面上的一个新的主流 新的支撑的话 那就会变成是我讲到的 你没有注意到的 盘面当中目前短线上是非晶电 比电子股要强 那如果用非晶电来带动这个盘面的时候 800多亿的成交量是够的 因为我只要涨非晶电 所以我800多亿就够了 这个是盘面当中 你事先没有人提醒你 也许你自己会看到 也许你自己不会看到的 所以这个是我今天顺便提醒大家的 然后你就会说 好非晶电我知道 我讲过好几次了 盘大好像筹码很集中 可是冲上去的时候 你如果今天在这个地方买 然后尾盘你又把它当冲掉 你不要看节目了 你真的是浪费人家的股票 冲上去你就去追 然后尾盘又把它当冲 你这样子做 你觉得没有什么 可是我认为 你这个习惯会害你一辈子 当然我说过了 盘大的低点在这个地方 大盘的低点在这个地方 大盘这1000多点两次 它都没有跌破这个低点 它有某些程度的筹码集中 这个筹码集中你听得很清楚 然后你看到它涨上来了 往60块差一点碰到60块 今天来到59块7 来到这个地方 你就去追 你熟不知其实真正的位置是在这里 这个位置在这里 然后往上来的时候 我可以出啊 我可以出我也可以等进第二笔 这个才是一个操作上的一个进退之间的一个想法 所以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昨天我们谈到的 不容易才是机会 不容易才是机会 没有三两三不要上两三 没有三两三不要在股票市场 那你一天到晚说好我想要在股票市场赚钱 从简单的方法开始 从简单的方法开始 这个简单的方法里面呢 我认为你还可以更简单一点 才可以更简单一点就有智慧 更简单一点就有智慧 11月24号的9914的美利达 在你的电脑里面 你很简单按一个键 你就会看到9914的美利达 当然你说简单也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这个美利达的位置是要出现在这个地方 它才有用 这个就11月24号 这个地方就是11月24号 11月24号你会在你的电脑里面看到美利达 让你的智慧变得用方法 用工具变得更简单 好 那这个你看到以后 进来这个红色的光框 哇 真的刚刚好 然后刚刚好上去14个% 照道理讲今天其实进来这个位置 这是昨天嘛 今天进来这个位置 这个支撑都还在 所以从这个位置进来 到这个地方上去 这个就是你可以用简单的工具 简单的方法变得更有智慧 可惜哦 美利达的位置比较高了啦 它如果一直在从这个位置开始 你如果看到的 在你的电脑里面 看到的是这个地方的位置 你就转了 你就会大转 因为我会让你大转 我会让你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你自己又看到 然后我又帮你做一个价位上设计 我会让你大转 可惜你现在看到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它的中线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真的好好的去想一想 你不用跟随的市场 每天一定要在那边 怎么样的一个进进出出 这句话你可以听 可以不听啦 随便你 但是我一定会想办法 让我们投资朋友 操作这个地方的位置的个股 这个是实际我们操作的例子 最难的地方 我也帮你度过 卖在我想要卖的地方 我也帮你做到 可是这个一开始的点 我们要一起注意 一起去掌握 最后提醒大家 年度的方案一加一 我们就到12月11号 就到12月11号礼拜四截止 希望大家善加利用 明天再会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程直线02-8101-0600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词号 为了您新复杂难等的趋势 心态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迷思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真 故事最真实的语言 传 有价值的方法传承 常 会员专属绩效常宏 现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传承车线02-8101-0600 请用五分珠 吹记听 请用吹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快告好 鵝排气密疮 专利复合式导快 水密性呢 超越国家标准3.5倍 鵝排气密疮 29871111 设计帮地球写日记 环境气候就跟人一样 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皮